在这个蔡英文小姐的军事妄想症发作的同时呢 我们还观察到台湾方面有一个军事动作 而台湾的新北市移处军事地基地 近期有民众就发现了 受营区内的一个爱国者三型地对空蓝截导弹 悄悄地被移出了基地掩体 而且并实弹上架待命 外界就揣测了 说这应该是因应朝鲜半岛的情势 所做出的一些硬件措施 而对此军方就澄清说 只是例行连练 呼吁外界不要过度联想 朝鲜半岛情势紧张 据传台湾军方也寄出因应作为 把部署在北台湾新北市新店军区的 爱国者三型地对空拦截导弹 升起发射架 就方位而言看似对准北方领空 由于爱国者三型导弹射成约80公里 且基地位在都会区周边临近民宅 让周遭居民议论纷纷 当然担心 我小孩子都还小 非常担心 我不会紧张 应该这个应该也不是新闻 应该他很多人都知道 超前半岛的局势 还有我们周边的各种状况 我们都会主动的掌握 但是呢 跟这个所谓爱山 大家所看到那一张照片 看读说故事 我想是太多的过度的解读 还有联想 这只是我们例行性的这些训练 台湾军方否认外界诸多猜测 强调只是例行训练 军方在全台一共部署九套爱国者导弹 加上军方一号在立法院报告台美军事交流目标时 也提到对美方提出协助爱国者导弹性能提升军购案 充分显示军方对爱国者导弹高度重视 凤凰威胁兰进度红志文台北报道 这个从某些角度上来讲啊 蔡英文是不是在学金正恩 因为金正恩大家都知道 他玩以小博大 这是玩出了名的 特朗普都说这个金正恩很聪明 蔡英文是不是在这些方面 是不是很想去学金正恩玩这一首呢 他应该学杜特尔特吧 他没有本钱学金正恩 我们知道朝鲜现在呢 可以说他是永和自重 在因为他手上握有了这个核武 所以呢他现在呢 让周边的这些国家 想要对他采取任何的行动 都是有非常的忌惮的 可是台湾没有这样的本钱 所以呢蔡英文 我觉得他是在思考的路线上面呢 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 那关键就在是说 他如果不去调整他的 有关于两岸关系方面的 这些政策的架构的话 他那条路呢是走不通的 就是你要抱着这个美国大腿 抱日本的大腿 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 因为呢在有关于相关的 大局的利益上面的话 台湾呢不会被考量在里面的 你刚刚提到大局 对 微信网友原来也觉得说说 这个蔡英文好像跟金正恩 这个聪明的家伙距离还很远 那说至少这个人家是一个主权国家 而台湾可能是一个弃子也许是一颗棋子或者弃子而已 但是牛奶就说了说这个蔡英文想要购买战斗机 是想要讨好美国呢 还是他想要有贪污军费的念头呢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现实的空间 那个消息也要再看 这世卫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世界卫生大会 这次大家都在看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WHA 那目前的算下时间剩下不到一周 也就是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报名截止日 那么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是因为台湾方面一直都很注意 到底有没有刷邀请函 而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收到 台湾内部又开始炸锅了 民进党立委和一届代表 在今天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公开喊话说 希望台湾能够继续来参与WHA 国民党就说了 正节点就在于你蔡英文 不承认这九二共识 自我缩限了参与的空间 WHA 世界卫生大会 更是让蔡政府维持现状 破功的一个例子 蔡政府在此时此刻 千万不要误判行事 操作政治 挡了自己参与国际社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WHA没有办法出席 蔡总统 你想要一点责任都没有 只怕也不是一句简单 对岸打压 就可以蒙混盖过 乃英姐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你这个两岸路线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还看 就说他蔡英文上任不到一年 我们看最近这个民调 他在这个涉外 年金 劳工等等 他推了十大政策改革 他的民意满意度都三成 低过三成 那现在又遇到这种外部 他参与国际空间的这个线索 所以有很多声音都在忧虑 说他这个是不是把台湾带入歧途了 这也不是歧途了 就是这是人民的选 这是民众的选择 只是就是说蔡英文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他说这个两岸会维持现状 结果我想他这个部分 他没有做到 那民主政治就自作自受 所以说不是把台湾带入歧途的问题 是台湾民众的选择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在投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你可能或许你并不知道 预知会未来 可是你的那一票就决定了你的未来 我们这边李牧宇也觉得说 倒是希望蔡英文能够不断不断的实验 所以让人民能够清楚彻底的明白 什么样的主张可行 什么样的主张不行 这样子在以后的选举当中呢 就能够选出对台湾最有益的一个领导人了 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道理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受苦的是这样 大家的生活就水深火热了 就是政治就是这样 乃琳也说的这个好哲学的这个话题 就是从你投票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命运就已经被改变了 对吧 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其实现在不就是这样 不选择就是这样 希望是改变 希望是往一个好的方向改变 就是说每次的选举 你常常会发现 就是说这些政治人物 他这个选前一套选后一套的 这还不打紧 那很重要 怎么这么不能干呢 就是很不会做事情 很不会处理事情 撇开台湾内部的问题不讲 你讲到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 然后讲到他对外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的决策圈子 还有他的思维实在太窄了 然后就更别提他在台湾的内部 他开了那么多的战场 然后呢 又要处理有关年金改革的问题 又要处理这个劳工休假的问题 就能力那么差 没有一个搞得定 好 所以这样就是 当然就变成内外交迫了 好 在这个话题上面 我们先谢谢乃金姐的点评 还有谢谢很多网友的参与